为了积极吸引来自内地和世界各地人才来香港 开展他们的事业 特区政府已经落实了一系列的新措施 去年底 我们推出全新的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 以高新人才和全球白墙大学毕业生 为目标反应热烈 在我宣布推出高财通计划的时候 曾经表示将这计划推出一年之后检讨 有鉴于这个计划推出不到三个月以来的热烈反应 我已经指示相关部门 在今年年中进行中期检讨 其中我们将积极考虑在现在全球白墙大学名单以上 加入更多优秀学校 无论是海外和内地 我相信会有更多内地的重点学服 在我们考虑激烈 有点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或订阅 有点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或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或订阅